旺江茶楼是青海城最大的茶楼 因隔着窗户就能看到青江 因而得名 宇文岳是旺江茶楼的常客 他一进去就直接上了二楼包间 点了一壶茶 几样点心 然后就坐在窗前 遥望着青江 以排遣郁节的心情 只是宇文岳不知道的是 外面还有三拨人在监视着他 其中两拨人分别进了宇文岳左右的两个包间 左间包厢里几个人围坐在桌前 商量着如何接近宇文岳 他们正是来自青山院的月七一行人 月九问 七哥 公子总算命大 还好好的活着 只是我们该怎么和他们见面呢 要想和公子见面不难 只要把那两个监视者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就行了 只是我们还不确定他们究竟是谁的人 若是贸然出手 恐怕会惹来祸端 到时候连累了公子 那就得不偿失了 月七一脸慎重而严肃地道 七哥 说的是 可我们也不能坐在这包间里 什么都不做呀 公子就在隔壁的包间 他还不知道我们来了 总得想个办法吧 月九知道月七的话是对的 但要他干坐着 他可坐不住 先等等吧 静观其变 沉吟良久 月七才说出这句话来 现在除了等 什么也做不了 月七决定静观其变 但右包厢里的那些人可不会坐视不管 一身变装的燕巡急于想求证宇文月是否失忆 便想着让月七和他主仆相见 但前提是要干掉监视宇文月的那两个人 燕巡换来阿京的两名手下 只是他们出去干掉那两个碍眼的监视者 那两人领命之后就出去了 没一会儿的功夫 他们就回来了 并说 陛下 都处理好了 燕巡很满意的点点头 很好 下面就等着看宇文月和月七主仆相见了 很快的 那两个监视宇文月的人被干掉的消息传到了月七的耳中 他很是震惊的问 是谁干的 却没有人回答 这让月七隐隐觉得除了他们之外 暗中还有监视者 正是那个监视者替他们做掉了那两个人 他为极多想 带着随行月位兄弟出了包厢 来到宇文月的包厢门外 月七亲扣香门 里面随即传来他熟悉不过的回答声 进来 月七命其他几个月位守在门外 而他则是带着月酒月十一推开门进入了包厢 包厢里宇文月临窗站着 以为进来的是店小二 他没有在意 只是随口问了一句 小二有什么事吗 但回应他的却是一片沉默 无人应答 这让宇文月有些奇怪 刚一转身 看到出现在包厢里的第三个闯入者 意外而惊喜 月七月九十一怎么是你们 宇文月没有想到 在青海城见到他们 情绪有些激动 公子我们找了你整整三年 终于把你找到了 感谢老天的护佑 你还好好的活着 如愿和宇文月重逢相见 月七带着月九月十一 情绪相当的激动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月七月九十一 你们这是做什么 虽然我们是主仆 但我对你们如兄弟 别总是下跪 都起来吧 说着宇文月扶起了月七兄弟三人 时隔三年再次见到公子 月七很感谢上天的人词厚爱 这才有了他们主仆重逢的这一天 他随即扶着自家公子走到桌前坐下 开始闲聊这三年所经历的种种 三年未见的主仆 如今终于相见 心里有很多话要说 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沉默良久 月七还是开口了 他说 公子 您不见的这三年 青山院一如往常 只是没有了您的青山院 变得很安静 老太爷时常的想念您 还命我们寻找您 可是任凭我们怎么找 即便是启动了蝶式天眼 都没有你的下落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幸好你还活着 只是属下不明白 你既然活着 为什么不回青山院 不给我们来个消息呢 最后的两句话 才是月七心中的疑问 三年的时间 活着却躲着不见 这让他很是费解 月七的这番话 宇文月的心 被深深地触动了 回想这三年 他不是没想过回大魏 回青山院 只是这里有了 他的一份牵挂 让他久久 下不定决心离开 月七 你们是怎么知道 我在青海城的 许是有难言之隐 不便说 宇文月答非所问道 是有人闯入了青山院 往我的房间上 射了一支箭 箭上附有一张纸条 内容就是 你在青海城 这个消息来得太过突然 我们不知道真假 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 请示过老太爷之后 就赶过来了 月七不敢隐瞒 据实回道 得知是有人给月七通风报信 泄露了他在青海城的消息 宇文月总觉得此事的背后 有股阴谋的感觉 他接着问 可有查过那个报信人的真实底细 这三年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你的下落 好不容易有了你的消息 我们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这不 七哥就带着我们几个人来了 还未查过那个报信人的底细 这次回答宇文月的是月酒 报信人的底细不查清楚 宇文月的心难安 想了想他对月七道 月七 把报信人给我找出来 好好查下他是如何知道我在青海城的 诺 月七应道 公子 要不要我把你的消息传信给老太爷 他若是知道你还活着 一定会很高兴的 月酒再次问 暂时不用 等处理好这边所有的事情 我会回去见他的 宇文月有自己的打算 毕竟这里还有他牵挂的人 一时半会儿离不开了 公子 三年前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说完重要的事情 月七还是问出了心里的疑惑 三年前公子重伤沉入冰湖 任谁都觉得是必死无疑了 可意外的是公子居然活了下来 简直难以置信 三年前的事情 三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等日后再找时间说吧 倒是你们 既然来了 就先找个客栈安顿下来 等我处理好这边的所有事情 就和你们一起回大位 宇文月三两句的一笔带过 明显不愿意多说的意思 月七是最了解公子的 若他不愿意多说 他也就不再多问了 只是还有一个人 他不得不多嘴地问道 公子 既然你还活着 要不要通知星儿一声 他可是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 若是知道你在青海城 他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来见你的 星儿是谁 宇文月突然冒出了一句 把月七等人惊得不轻 公子这是怎么了 星儿都不认识了 公子 你不记得星儿了吗 月九有些炸蛇 带着一丝不确定的反问道 星儿是谁 我应该认识他吗 宇文月一脸茫然地问 对月七口中的星儿 一点印象也没有 不知道是何许人也 公子一再地说不认识星儿 月七虽然感到意外 更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但心里却觉得他忘记了星儿也好 总好过他一次次的为了救星儿而涉险 这样或许对两个人都好 公子 星儿是你以前身边的一个婢女 你忘了她也是正常的 我们就不提她了 月七必重就轻 一句带过 问 我们安顿好了 如何和您见面 我现在住在公主府 若有事可以去府上找我 若有人问起 就说你是曾经的部下 是来投奔我的 记住了吗 宇文月不会为了一个区区的婢女 再三地追问 只是向月七等人告知了他现在的住处 有事可以去公主府找他 公主府 听闻公子住在公主府 月七格外地震惊 万万想不到 他会和大梁的公主萧玉住在一起 那他是不是可以这样想 三年前正是萧玉救了公子呢 不管三年前是不是萧玉救了公子 月七都感激他 短暂地相聚之后 宇文月和月七等人相继走出了望江茶楼 随后他们在门口分开 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而去 他们离开没有一会儿 又有几个人从茶楼里走出来 走在最前面的正是烟巡 陛下 属下几乎可以确定 宇文月得了失忆症 他记得所有的人和事 唯独忘了楚大人 如此一来 您和楚大人 还是有希望能在一起的 阿经上前一步 对燕巡说道 宇文月得了失忆症 忘记了阿楚 有些让人意外 可未必就对我有利 冰湖一战 我重伤了宇文月 阿楚已经恨我入骨 如今他和宇文月重逢 即便他记不得他了 但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地留在他的身边 或是治好他的失忆症 若真是这样 他就更加不会待在我的身边了 燕巡沉着一张脸 带着明显哀怨和不甘地说道 燕巡的话 阿经能明白 但为了陛下和楚大人能在一起 不管用什么方法 也要促成他们 他在心里这样想道 陛下 楚大人虽然恨您利用了他 伤了他的心 但阿经却觉得 他未必对您无情 不然这三年 也不会助您平定叛乱 建立大燕江山了 只要陛下真心想和楚大人在一起 阿经必当倾尽全力 为您达成心愿 阿经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阿经 你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 应该知道我心中所想 若真的能和阿楚再续前缘 此生无憾了 请陛下放心 阿经会帮您达成心愿 肝脑涂地 在所不辞 阿经对自己忠心耿耿 燕巡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有如此忠心的部下 他此生知足了 好了 既然已经知道 宇文月失忆的事情了 我们也该去见见阿楚了 以寒山盟的势力 他想来应该也查到了 这次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都要带他回燕北 决然地说吧 燕巡就大步离开了茶楼 阿经带着随行部下 紧紧地跟上 正如燕巡说的那样 楚桥已经查到了 宇文月这三年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被萧玉救起 入住公主府 以及他失忆的事情 营江客栈的房间里 楚桥刚刚消化掉 仲宇查到宇文月的事情 他一脸的忧心问 宇姑娘 可有方法治好宇文月的失忆症 仲宇却摇摇头 任何的失忆症 靠的不是药物 而是个人 以我的推断 岳公子得的失忆症 有点特别 我曾经在一本医书上看到过 有一种丹 叫忘情丹 服用之后 对自身和其他人士 都没有影响 唯一有影响的 就是情感 服药者若有一段 刻骨铭心的爱人 那么在忘情丹的催动下 极大的把这段记忆封存 再也记不起 不过 忘情这种丹药 极其的稀有少见 肖玉这个人 还真是本事不少 有忘情丹不说 还给岳公子服用了 岳公子 本来对阿楚你 极其的重视 屡次不惜性命地保护你 足见你在他心里的地位很重 忘记和你有关的这段记忆 很正常 忘情 忘情 顾名思义 就是忘记刻骨之情 宇文月对我一直都是 默默地守护 只要我有危险 他都会第一时间地赶来 过去 我还傻乎乎地和他为敌 没有给过一个好脸色 如果时间能倒流 我一定不会再离开他 真是听者伤心 闻者落泪 楚桥的心里后悔不已 后悔没能及早地看清他对自己的心 不然他也不会遭遇如此的劫难了 阿楚 你不要太过悲观 岳公子能不能恢复记忆 全在你和他的爱有多深 若你们此生情缘未尽 总有一天他会记得你的 希望吧 总之 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都要让宇文月记起我来 此生我都不会再离开他了 楚桥的话刚落下 敲门的声随之响起 众语站起身 走了过去 门一开 看到站在外面的人 他异常的震惊和意外 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